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用的大刀长矛和弓箭 而他的祖父武器稍好一些 使用的是抬枪 一种落后的黑火药武器 有两个人操作 射击速度极慢 由于每次射击的时候 人都要把黑火药从枪口倒入 总难免会洒出一些来 结果战斗的久了 散落的周遭的黑火药 不幸被一颗榴弹引燃 导致他的祖父被黑火药烧伤 面对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 清军将士并不是作战不奋勇 而是实在气不如人 最终一腔热血 却终难以报国 了解原委之后不胜唏嘘 深决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道理实在是太重要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 大多数的中国人 对整个满清晚期军事上一败再败的认识上 都把落败原因归结于武器的落后 但近年来我才发现这纯粹是胡扯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我最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著名的春田兵工厂的博物馆里 发现了一艇诺顿菲尔特色素机关枪 机枪身上写着应吉利诺顿菲尔特 敬赠礼中堂 旁边还付说明 此枪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缴获 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这种机枪上百把 当时又看到这里脑袋崩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什么鬼 清军居然有机枪 而且在一次战斗中居然被缴获了上百把 不是说好了他们只用大刀长矛的吗 这件事情的刺激下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特别是西方的资料 结果发现关于晚清的历史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或许都不过是些流传已久的谎言罢了 1860年大清帝国全面崩盘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城 火烧了圆明园 咸丰皇帝夹着尾巴逃到了热河 就在这一年太平天国也攻破了清朝的江南大营 清军主将张国良战死 何春自杀 七万多大军溃散 大清国最后一支有满人控制的 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彻底灰飞烟灭 与此同时被具以厚望的汉族地主武装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 也是四面楚歌 只是勉强维持着不败而已 根本阻止不了李秀成 陈玉成等等太平天国新一代将领们的四处攻城掠地 江苏 安徽 浙江 大部分地方再次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 大清帝国的前代子 苏州 杭州 宁波 相继险落 曹良的来源地太湖一带也遭劫难 而且李秀成率领三十万大军 冰封已经直指上海 满清王朝最重要的通商口岸 大清帝国落入了无钱无粮无兵的困境 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 不仅仅如此 俗话说强倒众人推 许多以前投降清朝的团列武装和各种强头草 听说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 立刻再次反清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徽的苗佩林 此人拥兵数十万 他背信弃义再一次的反清 又攻陷了寿州 而几十万的碾军在这个节骨眼上 也配合着太平军进攻河南河北和山东 四川的里兰起义军 也奉摇太平军为领袖 把巴蜀大帝杀得血流成河 就在这内地乱成了一团的同时 周围地区也不太平 云南的伊斯兰叛乱武装 正式宣布成立大理苏丹伊斯兰国 他们废弃了汉字 使用了阿拉伯文字 同时派出了大批宗教狂热圣战分子 前往陕西和甘肃 准备发动新的圣战 在东北 俄国强迫清王朝 把黑龙江北岸的地区割让给俄国 而且还派出了探险队 在这一态活动 在新疆 伊斯兰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嫡系子孙们 祖先来自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穆斯林传教士们 正在鼓动当地人 准备发起一次分裂活动 就在这内地乱成了一团的同时 周围地区也不太平 云南的伊斯兰叛乱武装 正式宣布成立大理苏丹伊斯兰国 他们废弃了汉字 使用了阿拉伯文字 同时派出了大批宗教狂热圣战分子 前往陕西和甘肃 准备发动新的圣战 在东北 俄国强迫清王朝 把黑龙江北岸的地区割让给俄国 而且还派出了探险队 在这一态活动 在新疆 伊斯兰创立者 穆罕默德的嫡系子孙们 祖先来自阿拉伯的 穆罕默德穆斯林传教士们 正在鼓动当地人 准备发起一次分裂活动 面对这一切 三十岁的咸风 觉得人生毫无乐趣 并且呢 在不久之前 一个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 现在也跳出来欺负他 尼泊尔派出使臣 通知清王朝 他们要派兵穿过西藏 帮助大清 剿灭太平平国 这简直是无厘头到极点了 而且小小的尼泊尔王 居然胆敢在韩中 把自己和大清的皇帝 抬到同一个高度 和咸风称兄道弟 要从他勾肩大背 当赵慧送到大清国的 李帆院时 全体大神都懵了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大清国 理所当然 拒绝了尼泊尔的无礼要求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尼泊尔人居然立刻翻脸 厚颜无耻的认为 大清国伤害了他们 纯真的感情和友好的情侣 所以必须立刻赔偿他们的损失 还没有等大清做出决定 他们就派士兵攻打西藏 于是大清国就签下了一个 不平等的条约 开放通商口岸 给予尼泊尔最惠国待遇 领事裁判权 假如有人穿越过去 变成了咸风 他会发现 扮演大清皇帝这个游戏 到这个时候 一点乐趣都扣不出来 不是丢人 就是挨打 不仅到处挨 还没有一个点站的 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组队 再加上这场游戏的前景 无论怎么看都难逃失败的结局 实在是太坑爹了 于是咸风决定不玩了 他直接删号走人 一闭眼睛就让自己死了 这一年他才三十岁 留下了二十来岁的寡妇慈禧 和他不到五岁的儿子同志 来治理这个遍地狼烟的江山 而这个寡妇慈禧 又特别能折腾 在老公死了不到两个月里 他居然勾引前男友 发动了宫廷政变 干掉了顾命八大臣 外乱未平 右生内乱 怎么看都是像在作使 然而呢 本来是应该没有然而的 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剧本 接下来他们就应该是逃往漠北 或者是前往白山黑水之间 重新过如毛淫血的生活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 就是像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 慈禧也得在眉山上 找一棵外脖子树 把自己挂在上面 向大家宣传一下 植树造林的必要性 免得需要的时候 上吊都找不到地方 但是紧接着 剧情出现了神秘传 这场游戏进入了作弊模式 1862年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泉 带着两万乡军 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下 包围了南京 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袖头了 南京城里有40万大军 太平天国的杰出将领 李秀成 还能够从周边 至少抽调20万大军来对付他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一人出口痛嘛 就把他们淹死了 但是他还是来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兴起了一阵 学习曾国藩的热潮 其中关于曾国藩 带兵打仗的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所谓的 结应阵 大呆仗 市面上所有的书 都把这事 升到了一个道德的高度 意思就是做事情要踏踏实实 不要想着偷机取巧 曾国藩的这种战术 说白了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 士兵就立刻挖战壕 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 不论攻城还是野战 他都是这一招 而且每每以两三万的兵力 包围和全间对方几十万人 这事看得我一头雾水呀 当时我就在想 拿着大刀和长矛的亲军 自己跳到战壕里头 如果太平军冲了过来 居高临下 从战壕上 用长矛刺他吗 石头砸他吗 这不是送死吗 怎么可能逢战必胜呢 原来我们上当了 首先这件事就是张冠李戴 挖战壕的并不是曾国藩 而是他的弟弟曾国泉 其人绰号曾铁桶 更不得不说的是 他是一个人民币玩家 拼的是道具 他是这场游戏中最早醒悟过来的几个人之一 看到英法联军的表演 他恍然大悟 花时间练及 纯属是燃病卵 人民币 道具 才是这个游戏的关键 所以在1860年以后 他的部队放弃了传统的大刀长矛 台枪土炮 大部分改成了洋枪洋炮 装备了最先进的恩菲尔德1853式 线塘步枪 是用米尼弹 阿姆斯特朗前塘炮 开花弹等 装备水平和美国内战中的北军相当 有了这些武器该怎么打 当然是挖战壕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曾国权是战壕战术的发明者 1861年 他在庆安试了一下自己新买的道具 结果发现 直接进入无敌模式 击败了BOSS级别的太平军 陈玉成 打垮了人数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 顿时自信心爆棚 第二年不过曾国藩的阻拦 就敢孤军直插南京 然而天功不作美 到了南京城下 他的部队就发生了一场瘟疫 有一半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 但是他逆风攀盘 用了不到一万人的兵力 靠着道具的威力和太平殿国第一名将李秀成率领的二十万大军在宇花台 大战了四十多天 击毙了太平军五万余人 成功的定在了南京城下 这场战斗几乎是同一时间 美国内战中南军大败北军的十强之战的翻版 好莱坞电影底格里斯堡战役有个前传 讲的就是罗伯特李将军率领南军依靠十强阵的依托 利用前唐来福枪和迷你弹 粉碎了人数占优势的北军进攻 兼敌上万人的故事 几乎相差不多的时间里 太平洋的这一边 曾国权的士兵以战壕为掩护 用同样的武器和战法 打败了李秀成的二十万大军 这支太平军实力惊人 他们拥有两万多支前唐碎法华唐洋枪 一千余支前唐来福枪 外加无数的火神鸟枪 火神台枪 土炮和大刀长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是一个军事技术大爆发的年代 钱庄献唐枪和迷你弹 这种东西的发明改变了战争的规则 在此之前 大家都用的是滑唐枪 使用的都是球形的迁弹 这种枪五十米内有准头 超过了五十米 天知道子弹会飞到哪去 所以既然没有准头 交战双方就排成一字长蛇阵 面对面的骑射 互相的对射 表演排队枪毙 反正命中力极低 关键是看谁的神经更坚强 如果分不出高地 那就只有冲上前去 扭成一团 比赛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但是新武器的发明 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使用前装线堂枪 发射迷你弹 可以让对手永远无法靠近自己 迷你弹 是一种圆柱形的子弹 前端成锥形 后面有一个凹枪 射击时 在火药的作用下 凹枪膨胀 使弹体完全契合线堂 让射出的子弹 高速的旋转 保持稳定 在500米的距离上 依然有着精确的杀伤力 所以和华唐枪不同 以前一个100以上的连队 一次100米左右的骑射 对方也是一个100多号人的连队 最多倒下十几个 可现在一次同样的骑射 对方只剩下十几个了 而恩威尔德18530部枪 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帽发射技术 和以前的被称为自来火的碎法枪 或者是靠明火点燃的火绳枪不同 它是用一个小小的铜帽 把雷拱预先装在里头 这样士兵从枪口装完火药和子弹以后 不用在枪管后部的萤火孔和 激发盘后再撒上火药 直接在萤火孔插上火帽 抠动扳机 释放击锤以后就可以激发子弹 这是一项不得了的进步 首先射击速度大幅提高 普通的士兵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轻松的射出四到六发子弹 比碎法枪和火绳枪都提高了二到三倍多 其次 牙火率大大下降 避免了以前由于风吹雨淋及士兵的紧张 导致萤火盘上的火药撒布不均造成的牙火 激发的成功率从每十颗中有三四发牙火 提高到每百发之中只有力两次 同时也避免了由于火药散布过多时 灼上士兵的眼睛 海盗中为什么经常出现毒眼龙的造型啊 就是火药装的不合适 伤了眼睛 让士兵可以免去心理负端 抠动扳机的时候不用闭眼 大大的提高了命中率 所以在南京城下 虽然李秀城的士兵人数众多 脑袋又被拜上利教洗了几次 英勇无畏不怕牺牲 高呼着天赋的名号 在上帝保佑下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潮水般的进攻 却最终不敌工业文明的产物 在秘局的战雨下 一排一排的被击倒了 鸡尸如山 却从未靠近过乡军的战壕 如果你无法想象这个场景啊 又找不到电影 格底斯堡战役的前传 那你可以去看好莱坞电影 格底斯堡战役 最后的那场南军对北军的冲锋 里面用的武器和战术 同发生在南京城下的一模一样 结局也是一样的 李秀城扮演的南军 曾国权扮演的是北军 这是美国内战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游戏玩到了这个时候 不仅仅曾国权搞懂了 而且李鸿章甚至比曾国权还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 与此同时 左中堂也醒悟了 道具才是最重要的道理 于是他们全部采用了洋枪洋炮 直接进入了作弊模式 大清帝国浪费了九年的时间 在即将崩溃的前夕 凭借着神奇的道具 突然满血复活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消灭了太平天国 由于享受了使用先进武器带来的好处 大清帝国的人突然就开窍了 特别是李鸿章和左中堂两人 彻底变成了洋枪洋炮的铁粉 以至于当时世界上只要有先进的武器被研发出来 他们就积极购买 比如美国人发明的斯潘赛弹仓步枪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 北军嫌该枪贵 并没有大量的装备 但是左中堂一看到该枪 就立刻拍板 大量的购买 又比如加特林机关枪 李中堂一清 马上就委托荣红购买了几十品 比美军将领更早的接受了这一军事变革 在左中堂平定回乱 收复新疆的过程中 清军主力部队装备了当时能够买到的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 有美国被称为七连株的斯潘赛弹仓步枪 有西部电影里常看见的亨利1860 又有英国的士乃打后堂步枪 有德国的毛色步枪 有德国德莱塞后堂针刺步枪 还有美国的高端武器 被称为格林炮的加特林机枪 以及德国的克鲁伯后堂野战炮 总之什么好用就买什么 大家知道西北穆斯林的骑兵是相当厉害的 红军西路军就是被西北穆斯林的骑兵打垮的 但是左中堂的部队装备远远好于牺牲的红军 他们不像牺牲的红军那样缺乏弹药 面对穆斯林的骑兵冲锋 他们使用加特林机枪枪和各种后堂弹仓步枪 进行弹幕回击 所以一路吹枯拉朽最终平定了西北叛乱 在左中堂收复新疆的战役中 英国军官罗杰注意他 新疆阿古特的叛军虽然购买了大量的英国和俄国的新式步枪 但是在左中堂的军队作战时 完全被对方的后堂野战炮 加特林机枪和弹仓步枪压制的无法抬头 一触即溃 以至于他认为 哪怕是当时英国的军队装备 也不过和左中堂的西征军是一个水平 不仅仅在内战中如此 即使在外战中清军也拥有了火力的优势 根据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报告 在保卫台湾的淡水战役里 装备机针后装单发夏斯波步枪和哈齐斯凯机枪的法军 在炮箭火力的支援下登陆后 遭遇了刘明川指挥的怀疑军王牌部队 该部队全部是用新式美制 黎翼式步枪和加特林机关枪组成的 对法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 导致法军大败 说到这里 你会不会惊讶的合不上嘴呢 是的 这和我们通常被告知的历史完全不同 由于受到使用先进武器获得了一串胜利的刺减 清军不仅仅大量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 也开始仿制过程 这种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实际上 到了1895年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清军已经基本完整构建了主力陆军 特别是李鸿章的怀军的现代改装 军队全部都是开始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其水平不亚于欧洲列强 海军则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艘七千吨级的战舰 定远号和阵远号 号称亚洲第一 你要知道 中国直到2015年 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战舰 万吨级的055驱逐舰 在清军 依靠新军武器结束了内战以后 清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状态 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以至于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 清帝国一度出现了中兴的迹象 那么很多人会问既然你说大清帝国这么牛叉 怎么后来又先败于甲午战争再败给八国联军呢 这是一副极贫极弱的样子呀 哎 这中间有太多的故事 一言难尽 大部分恐怕你闻所未闻 而把这些神秘故事背后引擎 托给你看 让你知道晚清那段坦克岁月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是静世的目的 读完之后 你自然就会对这些做出判断 关于晚清的历史 我会告诉你 你在中学课本上学的 或者是以前一些传统历史书上撰写的内容 基本上全都是谬误 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 由于政治原因被改得面目全非 真相深深的被掩盖 而且一些基于此类创作的文学作品 也是荒谬不惊 和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庚子之乱中 书以先生说的那段故事 就和事实有很大的差别 庚子之乱时 荣禄手下 首位京城的是五位中军和甘军 首位天经的 是聂世城的五役军 五役军模仿德国编制 设有总理营务处 教习处 军械局 梁响局 军医处 工程局 武备学堂等等 有一万五千多人 首位京城的甘军 是左中堂的西征石的部队 由董福祥率领 以穆斯林骑兵为主 装备的英智亨利马提尼步枪 毛色1871 国产 仿造 曼力下快枪 没有重炮 首位京城的五位中军 是1898年 组建的一支新式军队 武器 以国产的毛色枪 和仿克鲁伯大炮为主 最高的主算是荣禄 实际管理是甘军的张军和奇人恩祥 编制类似五役军 即使是清朝的御林军神机营 早在1861年的时候 就有满族大臣 从后负责 从天津聘请洋人 购买了全套洋枪洋炮训练 所以根本不会有任何一支正规金使用台枪 除非是义和团 而且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书以先生的祖父一个神机营的马人 肯定不会在战场 因为当时除了董福祥的甘军以外 其他的部队都在攻城发生之前跑光了 义和团也不例外 当然有些老北京人喜欢侃侃大山 所以书以先生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老人的想象 讲给了孙子的床头故事而已 实际上晚清的历史记载 除了诸多不靠谱以外 还有很多历史事件都是被悄悄引去的 估计无人知晓 比如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停等条约 并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而是之前跟中亚的一个叫汉号的国家签订的 同样很多人也知道 大清国为什么这么着急禁言 一般人以为是鸦片的流露导致白银的外流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不得不被提及 就是在新疆地区 阿拉伯传教士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宗教战争 耗空了清朝的国库 这些战争的真相 从来没有被传统的历史书记载 另外有多少人知道 今天的中亚东干人到底是什么人 发生在咸童年间的穆斯林大叛乱的真相是什么 又有多少人知道 这场波及云南贵州 四川陕西 甘肃 青海 内蒙古 新疆的战争 诱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种族大屠杀 死亡人数高达两千多万 甚至我们以为最清楚的太平天国和我们的想象也相去了十万八千里 有多少人知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 英国 法国 美国的公使都去访问过 甚至双方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又有多少人知道 大量的洋兄弟们为了支持他们的教友突破封锁线 走私过去大量的洋枪洋炮 有些还直接参加了战斗 如果历史全是捏造和谎言 那么以史为鉴就是一句空谈 所以 静世并不是要做什么惊人之语翻案文章 只是想把以下的这些记载 尽量的用轻松的语言 讲故事的手法 将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清晰真实的呈现给大家 做一个信息的传递分享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